本视频由游戏机实用技术独家制作 并由以下媒体提供播出 元宵已过 各位观众朋友们也要和假期说再见了 回顾一月 我们发现这个假期还真不冷清 尤其是日式游戏有着明显的复苏迹象 既有复刻重制又有名作续篇 下面就让我们来点评一下一月静作 本作是PSR版奥丁领域的重制版 本作对游戏系统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 五个主角的攻击动作也与原版大有不同 变得更加贴近龙村正的风格 各角色的技能也大幅增加至21种 除此之外 本作还追加了新敌人和BOSS 让战斗更具有挑战性 同关后的周末继承要素进行了大幅改善 同时还追加了隐藏迷宫 供玩家们挑战 不过游戏剧情部分却是未动分毫 富有神话风格的角色台词 与引人入胜的剧情走向 都得以完整保留 2002年经验一时的生化维基灵 在时隔14年后实现了高清化 重新进入玩家们的视野 相比生化维基重制版 本作建模的材质高清化质量有所提升 1080P30帧的画面 配合摇杆的灵活操作 能在一定程度上方便新时代的玩家 新要素除了追加大量的付费DLC服装外 维斯克模式可以理解成官方帽的 具有一定的可玩性 双人切换没有储物相等设定 让本作在历代生化中显得标新立异 而作为系列故事线开端的剧情 也值得细细评为一番 如果是喜欢传统恐怖求生类游戏的玩家 不妨通过本作了解一下老式生化的魅力 如龙集 如龙集作为系列初代的完全重制版 同时又是系列的十周年纪念作 整体素质上比较让人满意 游戏的系统基本上沿用了前作如龙龄 同生一麻可以用四种不同风格进行战斗 而敌人的AI和难度也有所提升 使得游戏更具有挑战性 直线故事和小游戏虽然不羁前作丰富 但分量依然十分充足 只不过很多东西都是从零里面稍微改一下就搬过来的 门过前作的玩家或许会觉得有些诚意不足 真斗趴趴走系统虽然充满惊喜 但是徒增了很多无法回避的战斗 容易让人厌烦 中文版同步退出是大亮点 勇者斗阿龙建造者来复活阿雷夫加尔德吧 结合了创造类游戏的玩法与RPG要素 勇者斗阿龙建造者借鉴了我的世界的成功元素 不过却没有完全照搬后者的模式 本作的故事模式亮点十足 用探索战斗建造的方式 另类再现了BQ1的剧情 而丰富的支线任务与挑战 也让游戏的耐玩度大幅提高 只有模式则没有对玩家做过多的限制 让玩家能够尽情体验创造的乐趣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本作并没有提供多人合作的玩法 不知是不是为续作留了一首呢 三国志十三 九福声明的三国志系列最新作 玩家可以扮演三国时代的任意武将 以个人的视角来体现这个动荡的时代 内政方面引入了独特的任务性系统 即使身居高位也不能随意下令 无论新老玩家都可能会有些不适应 除了传统的内政外交军事要素外 玩家还可以与其他历史人物搞好关系 培养出兄弟朋友夫妻等多种办 让你体验一把三国朋友圈的乐趣 本作不仅同步推出了中文版 而且还自带中文语音 配合精心设计的历史事件 必须为光荣点赞 下面依旧是小品级游戏的推荐 编辑非常见 欢迎收看 刺客信条编年史印度 与前作相比 刺客信条编年史印度明显改进了不少 虽然玩法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但改善后的关卡设计 以及画面风格时的本作有趣了不少 与系列其他作品的剧情联动 依然是本作的亮点之一 古墓丽影崛起 巴巴雅嘎 女巫神庙DLC 三个小时的游戏流程 注定了古墓丽影崛起的DLC 巴巴雅嘎 女巫神庙 不会是一款像是 巫师三狂烈的十字心DLC 那样备受好评的良心下载内容 但起码 它也不算坑爹 这三个小时的过程 有着有趣的故事 也有着算得上 有点挑战性的boss战 环境挑战和收集也一个不缺 甚至成就都新增了一堆 更不用提DLC内容 也被延续到了探险队模式当中 所以推荐入手了 古墓丽影崛起的玩家 都买一个来玩一下 精彩的一月游戏大潮 就这么结束了 然而二三月 会有更多的大作等着我们 如果你还没还完游戏债的话 可要抓紧时间了 游戏黄金岩 让我们二月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